日本多起儿童绑架案发生 警方最终逮捕真凶 却在17年后发现了真相 今天我们来详细分析这起案件 看看分析的有没有道理 1996年7月7日 大约上午10点 四岁的恒山邮箱里 与父母安夫和光子 以及七个月大的妹妹一起 来到了日本全马县泰田市的一家 谭珠鸡娱乐场 当天是日梗的七夕节 公众假期 这个最近搬到该地区的家庭 原本计划在一个购物中心 读过一天 然而当安夫得到一张 宣传父亲谭珠鸡娱乐场 假日特别活动的小册子后 他们改变了计划 谭珠鸡类似于谭球 是一种在日本非常流行的游戏 通常在娱乐场内外 赢家可以获得奖品 但这个决定最终改变了 这个家庭的命运 到达后 由乡里的父亲带他去了奖品区 承诺用他的饮品 换取他晚些时候 可以欣赏了烟花 提起iPad妥当后 家庭成员分散开了 增加赢奖的机会 光子带着婴儿去了一台机器 而安夫则前往娱乐场的 另一个区域 由乡里被父亲吩咐要带在附近 导走开 他在走廊间徘徊 由乡里兴奋地走来走去 频繁返回奖品区 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些烟花 他迫不及待地想要扶起 婴的奖品 好让他稍后能玩烟花 到了午餐时间 光子带着脸的孩子 到娱乐场的停车场吃饭 邮箱里起初骨饿 但当他们回到里面后 他很快也觉得饿了 母亲递给他一份 事先准备好的饭团和盛汁 并吩咐他坐在附近的长椅上 边吃边玩 这样光子就可以一边继续玩游戏 一边照看着他的女儿 长椅距离他不过三到四米远 他约下午1点40分 邮箱里走近母亲 提到了某个友好男人 然而由于弹球机发出的噪音 母亲没能清楚地听懂他的话 但警告邮箱里不要走远 或与陌生人交谈 然后邮箱里回到了柴衣上里 大约十分钟后 邮箱里的母亲抬头一看 意识到邮箱里不再坐在长椅上 他担心地走过去 只发现邮箱里吃了一半的饭团和城池 留在了那里 他立刻告知在附近的安夫 作者正抱着他们的英女儿 他们一起 在整个娱乐场内疯狂地寻找 包括洗手间和停车场 甚至在汽车之间和底下查看 但没有找到邮箱里的任何踪迹 大约一个小时后的2点40分 焦虑的父母走进了警察局 报告他们的女儿失踪了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 超过70名警察反复搜查了该地区 但他们没有找到失踪女孩的任何痕迹 那天娱乐场的大多数顾客 都不记得看到过邮箱里 然而有一位目击者回忆说 大约在邮箱里消失的时间 他看到一个邮箱里描述相符的孩子 进入了停车场的一辆白色汽车 警方仔细审查了娱乐场的监控录下 他们注意到一个男人坐在长椅上 与有箱里交喊 这个人在下午大约1点27分 进入坛桌机娱乐场 身高大约1米55左右 戴着太阳镜帽子 两节穿着黑色夹克 严林估计在30到50岁之间 他到达后立即去了洗手间 这表明他对娱乐场的布局很熟悉 他在那里待到下午1点33分 值得注意的是他似乎在寻找某屋 他的目光并不在镇珠机上 在晚些时候 这个男人在邮箱里母亲玩傻地走到附近 漫不经心地上下走动 近期还被看到跟着邮箱里四处走动 他接近邮箱里并与他交谈 他似乎在孩子耳边说了什么 而且反复指向路口 可能再只是外面有什么东西向给他看 故乡里与这个男人相处得很自在 偶尔还会玩弄他的裙子 大约下午1点42分 这个男人突然从长椅上站起来 离开了娱乐场 这个男人总共只在里面待了15分钟 这个时间与邮箱里高兴地提到 友好男人的时候吻合 在向母亲说完后 邮箱里回到了长椅 然后朝路口走去 并消失了 看来邮箱里可能跟着该男子走了出去 之后就再也没有人看到他 遗憾的是 停车场与没有监控的覆盖 使得娱乐场成为邮箱里最后被全人看到的地点 这个时间的流逝 警方分发了详细描述失踪们邮箱里的海报 那宽阔的额头突出的耳朵 以及左侧腹部的椭圆形胎记 这些特征被标注得格外形目 在日本范围内 那些与邮箱里一同出现的不明身份男子的图像 也被广泛传播 但他的身份仍是个谜 尽管警方进行了彻底的搜查 并广泛散发了信息传单 但关于由箱里下落的重要线索 或那名男子的身份 都未出现显著进展 指着天变成周 周又变成年 调查中没有新突破 由箱里的失踪案件 不可避免地成为了冷案 这个看似如此明妙的案件 当天就有了报告 监控录像捕捉到了嫌疑人的画面 血切的时间和地点都有的记录 怎么还会让警方手无寸铁呢 时间快进到2007年 记者清水发现了一个可能被警方忽视 或没向公众透露的惊人发现 清水发现在大约11公里半径内的绑架模式 办事了1996年恒山游家里失踪案 与其他类似案件之间可能存在的联系 这些事件在日本北关东地区 碧木县和群马县的兵杰地带发生 通常 日本的警察局只专注于自己的地方区域 很少与其他辖区的善点协调 这种缺乏合作可能解释了为什么 这些案件没有一起被集体调查 尽管他们展现出了类似的模式 案件的接近性表明 嫌犯在这个区域活动 他在周末和公共假日猎取他的受害者 自1979年以来 已经有四起年名在四至八岁之间的小女孩 在群马县胎田市和栗木县足立市被绑架的案例 其中包括1979年的福岛麻叶案 1979年8月3月星期五 5岁的福岛麻叶 在栗木县足立市的八云神社附近玩耍失踪 他的父亲最后在中午左右见到他 并喊他回家吃午饭 敌憾的是 那是他最后一次见到麻叶活着 六天后 搜救队在离他家三公里的杜梁赖川边 发现了一个被遗弃的背包 检查后 他们在包里发现了麻叶的尸体 他只穿的内衣 迹象表明窒息是死亡原因 身体上没有其他明显的伤口 背包被识别为室内企业使用的特殊类型 销售量不足100个 目击者报告称 在麻叶失踪前 看到他有一位20至30岁的男子 在路边交谈 尽管有这些线索和目击者的描述 但犯人从未被抓获 对起案件的诉讼时销在当时是15年 最终过期也没找到嫌疑人 这意味着即使在15年后找到嫌疑人 他也不会一谋杀就被起诉 这却女儿的痛苦 对辅导麻叶的父母来说 实在是太沉重了 他们在世间后不久就离婚了 而且他母亲在年仅48岁时就去世了 第二起案件是1984年长谷不由美啊 1984年11月17日 五岁的长谷不由美 从立木县足立市的一家弹球游戏厅消失 他最后被看到在游戏厅入口附近玩耍 通过玻璃门与一个陌生人交谈 一年半后的1986年3月8日 一名农民在田里发现了他的遗体 只找回了他的骸骨和衣物碎片 死因未知 这起事件引起了重大关注 警方对长谷不由美的失踪 进行了广泛的调查 这可惜的是 这起案件的诉讼时效 再次倒计 凶手依然逍遥法外 而负责立木县的警方 开始怀疑这些案件之间存在联系 更三起案件 是1987年的大则游子案件 1987年9月15日 一个名为敬老日的日本公共假日 8岁的大则游子 从他位于群马县太田市的家中消失了 这里仅邻立木县 和大多数孩子一样 他喜欢在公园里度过时光 那天他去了当地的大岛公园 目击者报告称 在他失踪前 他被看到与一个推着自行车散步的男人交谈 一个显著的特点是 与该地区其他自行车不同 这辆自行车缺少前纜 对描述这名男子30多岁 身材瘦长 头发凌闷 14个月后的1988年11月27日 一名农民在利根河附近 发现了他的遗骸 死因没向公众披露 再一次 他的谋杀案的诉讼时效 在2002年到期 没有对任何嫌疑人提起指控 第四起案件是1990年的松田真美案件 1990年5月12日 4岁的松田真美在立木县足利市的一家谭珠基 娱乐场失踪 松田真美当时在停车场里玩事 当晚7点左右 他的父亲意识到他不见了 于是立即通知了警方 警方对该地区进行了广泛的搜索 悲剧的是 第二天上午10点左右 在距离陈珠基 娱乐场大约7公里的杜梁奈川附近 发现了松田真美的赤裸尸体 调查显示 松田真美死于窒息 衣服被发现混在一起 扔进了河里 警方在衣物上发现了金叶唾液和毛发 可能是犯罪者留下的证据 据此 凶手的血型被识别为B型 多名目击者报告上 他们看到松田真美与一名男子 从坛珠基娱乐场向河边走去 这时立木县的警方面临着巨大的公众压力 要解决这些案件 论为福岛玛雅和长谷不由美的家庭伸张正义 作为回应 警方秘密地对嫌疑人进行了画像 最终在1991年12月2日 当局逮捕了一名45岁的幼儿园校车司机 坚古米和 他之前没有任何犯罪节目 警方运用了科学样本取证级数 结果与坚古的遗传特征相匹配 被逮捕后 坚古米和接受了长达13小时的审讯 期间没有食物水 也没有律师在场 这样激烈的审问 导致坚古过人的犯罪 然而他后来撤回了几的公诉 争承自己被破认罪 并宣称自己是无辜的 日本的司法系统 特别是称为带用监狱的预审拘留制度 允许在未提起指控的情况下 将嫌疑人拘留长达23天 在这段期间关于审讯时间长度 没有规则或规定 审讯过程并没有完全记录下来 实际上律师通常在申请回见客户后 两到三天才被准许见面 备见时间仅限于15到20分钟 有嫌疑人报告昌他们遭受了长时间的审讯 期间被手铐并绑在椅子上 所记特赦组织记录了多种这样的手段 包括殴打、恐吓、剥夺睡眠 从清晨到深夜的审问 以及让嫌疑人长时间站立或坐在固定的位置 在一个被称作招供逼迫和虚假指控温床的环境中 嫌疑人受到一种审讯 对这种审讯造成了缠症的精神痛苦 并且可以被认为是酷刑 在坚果的案件中 他起初坚称无辜 但第二天检察官告诉坚果 从死去的女孩衬衫上发现了精液样本与她的匹配 在此之后 他对松田真美的谋杀案固认不讳 三周后 他还对1979年和1984年的两起 未解决案件固认不讳 坚果因绑架和谋杀 松田真美在千叶监狱被判处无期徒刑 就刚才所说的一样 因为其他案件已经过了追诉期 所以他并没有因其他罪行被起诉 时间回到2007年 作为记者的清水开始分析这些案件 并发现令人震惊的相似之处 表明他们都与一连串针对儿童的杀手有关 所有受害者都是年龄在4至8岁之间的小女孩 其中三个从游戏庭消失 三个受害者的尸体被发现在河流附近 其中两个特别是在渡梁赖川附近 案件发生在星期五周末或即假日 每个案件都在彼此11公里的半径内发生 而且没有一个案件提到现场有孩子哭泣 得表明肇事者在处理儿童方面很有技巧 但值得注意的是1996年 恒山由乡里被绑架发生在坚果已经在监狱之后 那么是不是真凶其实是另有其人呢 亦或是有人模仿作案手法呢 如果假设是准确的 这些案件都有关联 这表明肩谷被冤枉了 值得注意的是 肩谷在工人之后坚称自己的清白 民称是警方强迫他工人 而且在肩谷的定罪中 发现了许多差异和不一致之处 并正是挑战了肩谷工人的合法性 肩谷工人中还有矛盾 比如被揭穿了证据 被破的公诉 被忽略的目击者报告 以及科学样本测试方法中的重大瑕疵 这些不一致之处 不仅削弱了肩谷的罪行 他对案件中使用的调查程序 提出了严重的问题 例如 肩谷工工说 自己在没有儿童座椅的情况下 其自行车带着一个重18公斤的小受害者 穿越不同的地形 犯下谋杀 并且处理了受害者的尸体 而且在肩谷家中发现的 是一些儿童色情品的证据 最终被揭穿 进一步削弱了起诉方的案件 在犯罪现场 当局发现的邪印 与肩谷的邪不符 目击者的报告 与肩谷的工人相矛盾 比如有人看到犯罪者 走在受害者身边 尽管肩谷声唱 是骑自行车带着受害者 然而这些发现 被省据在法庭程序之外 最后调查过程中 使用的科学样本测试方法 存在许多缺陷 在坚果案件中 使用的满系体118检测方法 准确性令人质疑 由于血型等因素的影响 这种方法只能在大约每一千人中 识别出1.2人的科学样本模式 在发生事件的地区 意味着优50名男性 与该科学样本模式相符 这种方法 类似于科学样本分形 肇事者的科学样本类型 被识别为18到30 偶然与坚果的相匹配 现代的细胞系鉴定 提供了远高于前者的准确度 能够在100万亿人中 精确识别科学样本 这意味着 根据现代科学样本测试方法 除非肇事者有孪生兄弟 则在今天的地球上 几乎不可能有人拥有相同的科学样本 2009年 日本司法系统 终于授权使用更精确的方法 重新检测坚果的科学样本 这次测试 推翻了坚果之前的定罪 使他在当年五月获释 却遭受了长达17年的诽谤 和冤余致苦 但最令人痛心的是 真正的罪犯仍未受到惩罚 案件的推翻不禁产生了许多疑问 警方他们是不正确地进行了测试吗 还是有更金案的动机在其中 比如说他们在试图栽赃一个无辜者 以减轻找到嫌疑人的压力 是否真的把一个无辜者 变成了一名凶手 此外在法庭程序中当法医科学家被呈现科学样本测试结果的照片记录时 两位科学家都认为结果不具有决定性 这凸显了警方法医团队所使用的科学样本测试方法的不足和不准确 警方将这些差异归咎于测试方法的不成熟 但拒绝承认其错误 可是近日案件仍然停滞不前 没有任何重要进展 然而警方却认为恒山邮箱里还活着 并在另一个身份下成长 因为并没有发现其尸体 警方似乎已经放弃了调查 那么你认为恒山邮箱里还活着吗 或者你有自己的理论 欢迎在下方留言评论 我们下期再见